2023南投践行节举办锐龙瀑布园区及双龙瀑布园区践行活动 日前来到南投市汉龙步道 也是三场践行活动的最终场 最靠近南投市区的秘境汉龙步道 因广阔的腹地与开放空间 一开放报名便秒杀 县政府整开现场报名名额100名 天海未亮就吸引许多的民众排队报道 气氛热络吸引众多游客到场参加 在我们这个县府跟市工所 还有尤其是我们张合理的张理长跟志工的 共同建设维护之下 都维持得相当的漂亮 那沿线步道呢没有双龙那么陡 但是又比锐龙更长一点 大概在三公里 那整个是非常适合全家大小 就是只要有时间就可以来南投市游玩 然后到我们建汉龙来做一个建筹 整个沿线都是树荫都非常的茂密 所以走起来相当舒服 先远林如阳张修之肯定 宪府规划活动的用心 更感谢地方的环保职工 平时努力清少维护环境 也欢迎游客在参加践行节晚后 能够到南投市区走走逛逛体验地方美食 那因为大家的努力一起打扫 让我们有那么好的一个环境 可以来践行来活动 来到南投参加完这个践行节 也可以来到南投市区 来我们的蓝天书院 武德殿 佩天公 还有像我们的水屋出张所 其实都是非常好来南投逛逛的地方 那也再次希望说 未来我们的践行节活动可以越办越好 大家一起来参加践行的活动 觉得我们市民能够多走向我们的户外 能够把我们的身体健康 还有我们的南投市 能够因为藉由汉农的非常漂亮的步道来践走 能够到我们的南投市来走走 我们的美食也相当的好 今年践行压轴场次在南投市的汉农步道举行 以往汉农步道显为外人知 经过南投践行节持续三年的办例 逐渐在南投县民集国人面前展露头角 从南投市张合理的秘境 已要成为网红大卡店 首要归功于张合理齐心一致的规划 修整及维护 才有机会在这个以政治工业与经济为中心的市区 开辟出一方形天地 象征南投县推地探旅游永续发展的目标 往前推进一大步 记者邱宾俊 南投市采访报道